好的 南韩歌手酷龙成员之一的聚俊叶上午突然在IG以中文韩文发声明 宣布自己要结婚了 同时at大S徐希元 双方正式喜讯 聚俊叶写下和二十多年前相爱的人结下不解之缘 想要延续这份珍贵的爱情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 找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号码联系他 幸好号码没变 才能重新连接起来 已经错过太久的时间 不能再浪费 所以提议结婚 希元也接受了 办完结婚登记会一起生活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大S也转发聚俊叶的文章 还填称对方欧巴写下人生无常 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未来不会再生 不办婚礼 韩国媒体报道 他们已经在韩国完成结婚登记 这段时间 他们并没见面 只是太了解彼此 疫情期间得有身份证才能来 聚俊叶很快会飞到台湾 并且在台湾登记结婚 其实大S去年11月爆出跟汪小飞离婚 才过四个月 马上找到人生第二春 而汪小飞则是在离婚后 频频被曝跟张盈盈出双入队 想不到大S也是默默耕耘 蓝虎闪婚 3月8号妇女节 直接官宣找到幸福 而汪小飞微博最新一篇 停留在帮中国女足夺冠 女英节就像是在说大S 也被网友留言灌爆了 说她的前妻再婚了 问汪小飞怎么看 还说电话不要改 未来可能大S会再找你 网友关心 程度破标 TVBS新闻装全神讲头的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说明文字幕提供